和时间的多少 这种经验是需要很长的临床才可以获得的 而自己做推拿的特点就是 自己的身体是老师,医生是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痛点的感觉 以及用力多少时间的把握 往往会超过医生的经验 所以大家对自我治疗推拿法要有足够的信心 推拿治疗如果想得到好的效果 除了前面提到的医生经验之外 更需要的是耐心 而我们知道目前社会上的推拿 每一次都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之间 这么短的时间 医生是不太有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顾 臀部,大腿,小腿,脚板底,甚至是手臂的推拿 而这些部位摒弃的储存是更加顽固,更加严重 相反的自我推拿 每一次都要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这种整体推拿的概念 会使推拿的效果更加彻底 第三 假如说你有幸遇到的是一位比较有经验的 有名的推拿医生 那么这位医生的病号就会比较多 如果你预约的时间 往往和你工作的时间冲突起来 你就不太可能 完整地完成你的推拿疗程 所以治疗的效果会打折扣 而自己做推拿 一个人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 甚至是睡之前来完成这一套自我推拿的治疗 在这里 部医要顺便提一下 自我并不排斥其他治疗手段 相反还强调综合治理的概念 但是推拿是几乎所有其他治疗方法的一个前提 尤其是你如果遇到一种病 长期的服药或者用其他办法 没有办法治好 这个时候你要转过弯来 想到用推拿 当你用推拿 做过一段时间之后 把微循环打开来 把人体中的病气的根 用推拿的办法把它做佛来 这个时候再服药 你会发现很简单的药 就可能是比较复杂 比较严重的病 按照部医自己的经验 在推拿至少做过一个月之后 身体上病气的根已经被做佛了 这个时候还可以采取热水率的办法 来帮助我们去除病气 也就是把人的整个身体都浸在热水中 使水温一点点的逐渐增加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病气就会随着汗水 从脑门上被逼出来 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关于外服药 不一也有一个建议 就是要整体的服 一帮人都是什么地方痛 就服什么地方 比如说中国广州生产的701跌打膏药 是长条形的 卷成一桶储存在一个铁罐子里 不一建议是一次性把这一桶膏药就全部用完 从脚底小腿大腿臀部腰的一圈 脊椎的全部 还有这个位置 包括手臂都贴满了膏药 这种整体集中用药的办法 在去除病气方面是非常有效 非常迅速的 反而在经济上会更加节省 值得大家借鉴 现在大部分的专业运动员 都是带着一身的病痛退役的 那么这一套自我治疗推拿法 不但有利于治疗运动创伤 还可以帮助运动员提高运动成绩 和延长运动寿命 因为运动成绩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肌肉的放松状态 肌肉越放松 爆发力就越强 同样 如果韧带还比较放松的情况下 运动的生涯就可以继续 不一曾经到西藏去参访过 在那里不一看到 占地的出家人 和相同年龄的我们汉地的出家人相比 在社身上的障碍还要更加严重 风湿更加严重 有一些老喇嘛 五十岁六十岁走路的时候就需要主拐棍或者需要人猖伏了 在这里不依其情 有人能够发心把这一套方法 包括这一条简单的推拿棍子 介绍给西藏的出家人 成就他们的修行 功德无量 那么对于这么一根棍子 在美国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Holtee Park商店里面买到 可是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 要找这么一根推拿棍 却非常不容易 倒是价格在几千元 甚至几万元的按摩椅 在百货公司里面比比皆是 有人做过初步的预测 在中国大陆 这样简单的推拿棍 所需求的数量至少是在几千万根以上 所以这一根棍子 其实是蕴藏着很大的经济利润的 都医在这里也齐情 有人能够发心组织生产 这样的推拿棍到城市中去经销 以利于广大的患者 假如说想把这根棍子做的工艺程度高一点 我们可以参考分段取材 这样就可以便于在旅行中携带 同时还可以刻上龙凤 或者是有关的经济 比如说 Om Mani Be Me Ho 或者南摩观思音菩萨 那么这样一根棍子 对一个佛教徒来讲 就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保健治疗工具了 不一总结出来的这一套自我治疗推拿法 是没有专利也不设任何版权 欢迎人做任意的借鉴 只要对你的身体有利 不一就从内心里面随喜祝福 不一经常想 假如不是因为佛法 不一就不会出家 也不会去闭光 更不能在闭光那么安静的状态中 总结出这一套方法 所以还是要让我们大家感恩三宝 一起念 南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摩本师世界